想在维也纳寻求新鲜刺激 那你找错了地方 维也纳的一天 不过是晨起到中央咖啡馆喝咖啡 午后在德梅尔咖啡馆吃下午茶 晚上在萨赫咖啡馆 吃最地道的萨赫蛋糕 维也纳很安静 像蜿蜒流过这片土地的多脑河一样平静 别忘了 维也纳在露天广场 也会让你进入到音乐的海洋 乘马车穿越维也纳 阿尔贝蒂娜博物馆 还保留着奥匈帝国的历史魅力 国家歌剧院仍然上演着莫扎特的女人心 马扎里卡住宅的新艺术 和梅奇冠的性感设计 汇旧了她两百年前的浪漫主义 和独特的多样性 来维也纳之前千万要想清楚 不仅仅因为她一百多间博物馆 和数不清的宫殿 而是因为她远比你想得要叛逆 谁会想到这样一座城市 还拥有1730英亩的葡萄园呢 市中心还有一片充满蝴蝶的热带绿洲 甚至还给藏礼服务 开了个奇奇怪怪的博物馆 当然别忘了享受一场巴洛克的盛宴 美全宫 而当你站在玛利亚特雷莎广场上 会不会对着自然历史博物馆 和艺术史博物馆 傻傻分不清呢 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区分 撤对双子建筑的方法 你知道吗